另外国会大厦外头 今早聚集了一批小原主举牌示威 抗议原产业部无力捍卫棕油的价格 要求部长郭肃庆引咎辞职 而仍在国会的郭肃庆 对小原主在棕油价格回谈的时刻 提出抗议 感到啼笑皆非 当期它预稿 быть莊到一桥一棕 现在,如果我们接完, 这是1幅 acompa准了约达约一荤的那里arda 来自捍卫联邦土地发展局 小原主和肯殖民福利委员会等组织的代表 早前也向原产业部提成备忘录 要求政府发放特别拨款资助小原主 郭肃进叫后在议会厅回答 乌统马兰国会议员拿督依斯迈的问题时表示 今年1月 棕油的库存已经从300万吨 减到10月的225万吨 官方数据也显示 今年首8个月 我国的棕油的出口量达到1260吨 比去年同期的1053吨增长了19.7% 推动棕油价格上涨